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最可怜 那就是背着秘密却不肯说出口的人 大哥 大哥 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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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对不起你 师父确实是因为我而死了 你杀师父吗 阿坤我没有杀师父 为什么 我真的没有杀师父 那天晚上真的是个意外 我只是推了师父一下 师父的头碰到了钉子上 但是我真的没有杀师父啊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把师父的死 嫁活给我娘呢 我当时害怕 我害怕我的未来就这么断送了 我害怕在僵尸逃房和灵人面前 永远都爱你一头 我不明白 阿坤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师父看起来好像对我们两个很公平 但是最后他却把灵尔逊配给了你 而不是我 可是师父他将南风鼓噪都交给你了 有吗 有吗 南风鼓噪 如果师父真的想交给我的话 那佛光司府和佩芳 为什么不一起交给我 没有啊 阿坤 我就是欺负过 所以我才去找他 如果我不去找师父 也许师父就不会死了 到了今天 大哥是一步错 步步错 我说什么谁都不会相信我 阿坤 今天你既然来了 你就杀了大哥 替师父报仇吧 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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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坤我跟你说 如果你 你可以替师父报仇的话 这是最好的结果吧 没有灵尔在我身边 杭尚 南风鼓噪 对于大哥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杀了我吧 既然你失去灵尔那么痛苦 那为什么还要让林药 嫁给南桂宝呢 林药她是自愿的 我阻止不了 你胡说 如果林药是自愿的 那她为什么要逃离南府 你说啊 林药已经从南府逃走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她明明先搞对我说 林药已经失踪了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南鬼堡 我要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现在去 救得死 你好好在这待着 你好好做你的航商 我去找林药 我把林药找回来 让她来决定你的生死 好嘞 我下次还买啊 行 下次有新的给你留着 新鲜的水果 卖水果嘞 新鲜的水果 药材 新鲜的水果 等等药材 小哥 你好你好 要水果啊 都是新鲜的水果 买橘子买橘子 好 刚摘下的 小哥 我听说好像南府 丢了个弃异态 找着人没有啊 来来 我多买点橘子啊 人都丢了 到现在没找回来 南南府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吗 全下了封口令 不让说 不让说 幸好小姐没被抓回来 可是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好 谢谢你啊 这 这钱给了 水我没拿呢 我下次在这儿找你 谢谢啊 这 这多不好意思 若不是因为你 我的损失也不会如此惨重 孙老板 您得往好处想 要不是您这么爽快 马上赔钱给克里顿打班 您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难道你想吃劳饭 你说什么 王彪 我没让你跟我一起分担 这笔赔偿金 你倒在这儿跟我说风凉话 我这不是说风凉话 我是说这个礼嘛 好 克里顿打班 我已经工好多时了 来 请坐 我不坐 孙老板 你们这么管人 常常说 做生意一定要讲究信用啊 克里顿打班啊 您说得对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您把这次运输 交给了赵钱赵老板 我的话交给谁 还用得到你管吗 是 我是不该管 可我还是觉得 如果我们来运输的话 恐怕会更妥当一些 妥当吗 结果现在呢 我的货统统全都倒在水里了 这还叫妥当吗 这是意外啊 纯属意外啊 意外 你的接口我已经听得厌倦了 除了意外 你还会说什么 克里顿打班 我们已经远离十三行码头了 谁知道那个阳城四怪 又来捣乱了 又是阳城四怪啊 你们的灰封堂 不是会打辜负的吗 连四个人都打不过呀 打是打得过 这 这不没保护好鸦片吗 那你师父安邦呢 他人不是很厉害吗 这个光头水没有人打得过吗 我师父就不知道这件事 王彪 王彪 我不管 如果你们灰封堂 还想继续跟我做生意 那请你立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要不然马上换人 您放心 下次一定不会意外了 孙老板 有时候我还得认得住一口气 否则老命伤财就不好了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连本带利地赔给我 王大哥 我照前先敬你一杯 来 这次孙老板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极美投诚 反倒十八米 过去的事赵兄千万别介意 王大哥 你与孙老板之间的关系 我并不关心 这次完全是孙滕娇旧游自取 王大哥也算是帮我照前躲过一劫 就这般恩情 我照前一辈子都不会忘 赵兄言中了 来 王大哥 为兄还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赵兄请讲 王大哥游走江湖多年 想必是交友甚广 你是想找人 我想请王大哥 帮我找几个身手不错的兄弟 为什么 难不成你要找人帮你护标 我想找人 帮我打败铁桥三 是 江湖多年 你不想想败铁桥达 你想要这样 π rout 这事实为一个好办法 王大哥 赵钱再敬一杯 赵勋高免 请 赵勋请 二位要走了 告辞 欢迎下次再来 告辞 王大哥 赵勋请 请 就是那家 打烊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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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 我不认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老板娘去哪儿了 快 快 快 这个时候 应该去庙里烧香去了 老板 我向你打听个事 最近有没有一个姑娘一直在打听我 您说 您说的这个人 我还真没看见我 好吧 那我知道了 行了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林二还会出现在这里吗 小姐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她肯定走不远 好吧 走 二位慢走 林江很趁你嘛 给你做件常衫吧 小老板 我不需要新衣服的 你是我的琴师 这门面总是要顾的 老板 这块料子我要了 各位父老乡亲 欢迎光临我们保之灵 幻扁仪式的现场 下面 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 保之灵的镇馆师傅 铁 铁 三 好 师傅 你看 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一会儿您来给我们剑扁 也算是正式开张了 不不 我没想过 要开什么不管 我 我保之灵历代以来都是卖药的 而且保之灵后面都没有加过武馆二字 您教人武功 我卖药 这样的话也很低调 一点都不张牙 我看这个头还是你出吧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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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干嘛您 我们师傅那是真功夫 不用挂照牌开武馆 照样有人拜师学业 对 我还知道 师傅 您看这么多人都来了 林福成有确实挺有诚意的 对对对对 要不然你就给个面子吧 对 师傅 您不是要找人吗 要是把这保之灵名声做起来了 说不定那个人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对对对对 说得对 说得对 来吧师傅 来 来 来 这个线拿来 好 肩扁医师 现在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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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学功夫去 走 快走 学功夫去 要不人也没病之呢 是 快 快点 快点 走走走 快走 这帮苦力不在码头干活 干什么去了 牛所不知 他们哪 都学武去了 听说那个败嘉林 新开了一家武馆 就是那个铁桥三 听说可厉害了 练武 铁桥三 什么来历 别乱 别乱 后面排直了 排直了 排队 你看 人还真不少 那是 谁不知道 是不是现在 等我后面去 你后面去 是不是 算没有 二位 后面排队 功名教育 走 走 铁桥三 你给我出来 二位是想来拜师学艺的 我们菜师兄弟不是来学艺的 是来踢馆的 这句话是我说的 我们是来踢馆的 踢馆的 里面去 走 里面去 来怎么站 没看出来 这俩精神有问题 我怕在这儿动手 会伤疾无辜 不如先放进去 滚门打狗 两只 说得好 我说了 我说了 铁铁桥三 我们来踢馆了 干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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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师傅 你们来此有何事啊 铁铁桥三 你不是看这破误玩意吗 破误馆吗 说得有多厉害啊 你是不是将广州街上所有的误馆都不放在眼里吗 这 两位师傅 一定是有误会 不如里面说 请 请 请 两位前辈 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 一定是小徒在外面乱说 我一定教训他 阿成 师傅 还不赶快跟两位道歉 道歉 干吗要道歉 你在外面说了些什么 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两个真的有病 你叫他 走 先坐下 出发什么 请喝茶 小心 你咋 喝茶 喝茶 快请请 你别在这里丢人来走 走吧 咋子开了 咋子开了 快走啦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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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岚 打探到林儿的下落了吗 我今天突然有一个念头 林儿她 会不会回佛山了 佛山啊 不能吧 师傅 乖面有人找你 这么晚了 谁会找我 杜飞 杜捕韬 三哥不能去啊 师傅 你是不是跟他有过节啊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别乱说话 总是要去面对他 没关系我去看看 看看他要怎么样 三哥 那我陪你去 如果他真要动手的话 你一定要 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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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行 你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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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多话啊 梁昆 不 铁桥三 没想到你躲在这里 我没有躲 好 既然如此 那你跟我回去归案吧 好 归案 我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离开 杜不透 我师父的女儿失踪了 我必须要找到她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的任务就是逮捕你 你若不跟我走 休怪我都有武力 你要怎么才放过我 抱歉 指责所在 即使知道你无辜 我也不能放过你 鸭片虎给传 薄鱼司马冲 那封信 对 就是我送去暗茶室的 孙腾教杀了我的父母 我不想触犯法 所以 才通报你们官府 希望你们能将她绳之以法 可是 她已经被放出来了 凌儿不知去了哪里 所以 所以我希望你多够点时间 让我找到她 下午 下次不要让我再遇到你 否则 休怪我手下无情 三哥 现在杜捕头已经知道 你在这里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要赶快找到凌儿 离开广州 好 那我这就回佛山 看看小姐回去没有 各来报名 我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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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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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伙子 你都能写 谢不妈 既然你都来了 不如去看看师父 等等 等等 对不起 其实 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 我都想像 我们在汇丰堂门口的 鼻鼓着心 我真心地劝你去看看师父吧 要是你再不会看的话 估计以后 你一分钟都看不见了 为什么呀 昨天晚上有人来找师父 谁呀 杜妃 杜布头 那然后呢 然后的事情是这样的 请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找到江陵 另外一个就说 不要让我 再看见你 太吓人了 就是说 三哥还在找江陵 不止他一个在找 蓝儿姑娘也在找 你还不知道蓝儿姑娘是谁吧 就是那个江陵儿的提神丫鬟 我很想知道这个江陵儿到底是谁 你认识那个江姑娘吗 你还没告诉我江姑娘是谁呢 师父说那江姑娘到底是谁呀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要你们去给我找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长得吧 小脸蛋 大眼睛 眉清目秀的 长得没有漂亮啊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师姐 快去 站住 干什么呢 没看见吗 我让他们找人呢 找谁啊 跟你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要动个汇丰堂的人 关你屁事 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 过来 找谁啊 说是一个叫江陵儿的姑娘 江陵儿 是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想不起来是谁呢 正是拿大人的气态 齐罗安 爹 你这样又要去哪儿啊 走走走 跟爹聊一聊 我听你大师兄说 你要找拿大人的气态 是梁会让你去的 那你热心个什么劲啊 我就是想帮朋友一个忙 朋友 当初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追他 今天说只是朋友 爹 您不知道 反正我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您说的 你不告诉我 那我可要去问他了 您知道他在哪儿 我不出门 您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现在这小子可了不得了 保智林的大师傅 谁会想到 一个码头苦力铁桥三 当有今天呢 当初我还真是小瞧了他 爹 您全知道了 可是这样他迟早会被发现的 爹您不会去官府告发他吧 怎么会呢 我跟他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害他 再说了 这小子在短短时间内 用功夫和德行 让人败福 我替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他是一个亲犯 是啊 这也是你最棘手的问题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掌上明珠 我不想以后你跟着他 过流浪的生活 也不希望你每一天 为他死去活来的 秦罗安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一 二 他 一 一 二 一 师父 一 二 不知安堂主到来 有失远迎 还请安堂主见谅 爹师父 不必多礼 请 请 爹师父 今天贸然来此 我有一件事情请教 安堂主直说无妨 爹师父 你跟青鸾 你跟青鸾相识多时 你跟青鸾相识多时 如果说 对你们以后的打算 你是怎么想的 安堂主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啊 如果你真的对青鸾有意啊 就带他离开广州 就要把青鸾相识的 我也知道 这一切啊 都不关你的事 你是清白的 可是 因为你父母跟天地会有关 所以你才会受牵连 可我不介意 只要你对青鸾是真心的 你就带他离开这里 以后啊 外面的花花世界 就随你们去吧 安堂主的美意 我心领了 可是现在 还不是谈儿女私情的时候 你现在不谈 要等到什么时候谈 要找到师父的女儿 江灵二的时候 江灵二难道重要过 我们家青鸾 不是 灵二 是师父 去备给我的妻子 只是后来 嫁给了拉鬼宝座妾 你这话的意思是 不把我们家青鸾放在心上 不 安堂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条件我已经开了 好话说紧 给你面子 你却不要你 安堂主 我师父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林不成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阿兵 走 青鸾 奶娘 奶娘 人家去哪儿了 你去 老爷 江灵呢 小姐她出去了 出去了 去哪儿 小姐她没交代 王彪 赶快把她找回来 如果不回来 王爷要把她绑回来 是师父 这 这次体脚三 算是踢到了铁板上了 要知道 我师妹可是我师父的掌上明珠 她招惹了我师妹 却不愿意负责任 也难怪我师父会生气 王大哥 之前拜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六大门派的高手 近日就会到广州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好 王大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 六大门派齐集于此 持河住行都需要开销 而且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王大哥 还请你笑纳 那赵兄 我就不客气了 请 齐鸾 你还在生爹气啊 请 秦鸾啊 梁昆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你有何苦对她情有独钟呢 梁昆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江凌儿现在下落不明 她担心都来不及 哪有心思想这些 江姑娘是纳福的人 人丢了 纳大人自然会去找 她梁昆 江灵儿和梁坤从小就在一起 他们两个感情深厚也很正常 既然你知道他们两个感情深 你为什么还穷追不舍 到底要在他身上浪费多少青春你才觉悟 我跟梁坤在不在一起 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是你爹 我没有权利 谁有权利 你死去的娘 如果地下有志 也不会眼睁睁看你糟蹋自己 依我看梁坤心里根本没有你 你又不是梁坤 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没有我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俩再见面了 明天我让张大娘再去提招金钱 你要是不让我跟梁坤在一起 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你说什么 断绝关系 你再说一遍 断绝关系 关门 把门锁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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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碗 你们几个 请那边 快点 老婆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盒粉你来卖啊 哪 那你干什么去 我跟阿三学武去 阿三 他是谁 阿三你都不知道啊 就是上次大伙 救了三个苦力的蒙面人 哦 他就是阿三哪 怪不得这两天 我听附近的人老说 什么声铁桥三哪 对对对 就是他 哎呀 他功夫了得呀 双臂呀 就像铁桥一样的刚硬 那也不关你什么事 你就是一卖粉的 教你功夫有啥用啊 哎 学了武功 最起码可以保护我们的生意 对不对啊 你今年几岁啊 等你学成的时候 头发都白了 哎呀 老婆 我不跟你说了啊 今天和我你卖啊 我走了啊 你给我回来 回来 走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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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打了 一天到晚吃饱了 有什么业的武力 武林门派大联盟打上来了 要跟铁师傅算账 武林门派大联盟 都来了 你听说过吗 没有 二师弟你见多识广 这你都没有听说过 一定不是什么阵营组织 不用打理他们啊 赶紧赶紧走 不是不是 不是真的武林门派大联盟 我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门派联合起来 打上门来了 有有有那个 八鸡拳八卦掌 通背拳 断魂枪 五郎棍 洗衣拳 还是 我发现你吃臭豆腐吃多了 你真的好事坏事分不清了 是不是 来了这么多门派 不正好我们跟几个练一练 是 阿水 保之林跟他们肃无瓜葛 他们为什么前来闹事 是王彪头在头组织的 他带了一群人 还打着武林同道讨伐铁桥三的旗号 不管他们 我们继续练功吧 请继续练吧 请继续练吧 来来来来 快离 铁桥三 我是八级拳的欧阳冲 你凭什么说我们八级拳是旁门左道 铁桥三 我是八卦掌的南国标 你个娃娃 蛋黄没退 毛没掌权 凭什么说我们八卦掌事 挖拳修腿 铁桥三 我是通贝拳的上官妃 你有几斤几两 不敢敢说通贝拳是小儿科小把戏 有种你出来看看通贝拳和俯虎拳哪个厉害 铁桥三 给老子听好了 老子是五郎棍的司徒 我饿 你小子口出狂言 说我的功夫是师娘教的 不堪一击 混蛋 有本事出来单挑 我让你尝尝我五郎棍的厉害 铁桥三 我是断魂枪的公孙岳 你凭什么说我断魂枪断不了别人的魂 只能断自己的魂大 有胆让你出来单打独斗 看谁断谁的魂 铁桥三 最近武林老厅有人过躁 说我们广东的铁桥三 长得帅 武功高 拳法刚柔相继 内外兼修 老娘练的是行地拳 听说你放言江湖 说行一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在你的手上走不了三招 你出来 让老娘看看 如果你真的长得帅 老娘就放你一马 只打你半边脸 留给你半边面子 再下铁桥三 不知各位大师登门造访 有何贵感 二师兄 你看王彪也来了 听闻 最近广州出了一位铁桥三 嘴上功夫了得 不知道拳脚如何 所以请武林同道来会一会 看你铁桥三有什么能耐 能在广州立足 我想各位大师误会了 我说不上能言善道 又何来狂妄自大 再说 导致林真正的当家是我徒弟林浮成 他更没有本事在广州化地为界 抢占地盘的意思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误会了 阿诚 你先带大家进去把门关上 带着大家进去 师父 去 去 别看了 都走吧 听师父的话 走走走走 快快 Proper 这是比较搭 只可不可以 这里 なる同志 两世 哪位师傅先请啊 蛤 恶力 承让 你 尝尝 八卦之王 好 你 双手 谢了 看江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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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承着 躺下 怎么样 怎么来了 怎么来了 来 来 班报来了 来 董主 得饶人助且饶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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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